澳洲东北海岸的大宝礁是世界最长最大的珊瑚礁群 现在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珊瑚礁白化现象 根据科学家调查指出 大宝礁一千多个珊瑚礁中有大约730个已经白化 这是过去八年来第五次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情况堪忧 大宝礁常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结构 绵延2300公里拥有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 包括600多种珊瑚和上千种鱼类 如今受到气候变迁的威胁 大宝礁海洋公园管理局科学家表示 由于珊瑚对生长环境极为敏感 当环境条件改变时便会影响珊瑚和虫黄藻的共生关系 珊瑚为了存活而排出虫黄藻时会发生白化 如果状况迟迟未改善 珊瑚最终将会变白并且死亡 澳洲是全球最大煤炭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 最近才设定了炭中和目标 目前澳洲已投资约新台币1000多亿元改善海域水值 期盼减少气候变迁影响 保护受威胁物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审查澳洲当局的维护 评估是否让大保交继续维持世界遗产的地位 庄社综合报道